特点是什么呢 是与众不同 跟其他的不一样 那你的特点是什么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聊语法吧 我们首先得了解现代汉语里面的语法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学习 更好的去理解 大家知道现代汉语的语法有哪一些吗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一些 那今天我就简单的来讲一讲吧 大家发现吗 我在前面一直在说 现代汉语的语法 而不是汉语语法 那我为什么要强调现代这两个字呢 可能看过这个视频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学习的是普通话 那普通话的定义里面是 现代汉语语法当作是规范 想了解更多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了 OK 现代汉语里面的第一个特点 是汉语形态不发达或者是不普遍 那有同学问我 老师什么是形态 简单的说 形态就是外貌或者是样子 换句话说是汉语里面 外貌样子的变化没有那么多 不太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英语里面吧 英语的形态变化非常的普遍 比如一本书是one book 那两本书呢 是two books 大家发现吗 在汉语里面的话 一本书 两本书 不管是几本书 都是书 书还是书 它的样子没有变化 也就是形态没有变化 再比如 she is pretty so I love her 在这个句子里面 she har 都是有变化的 在汉语里面都是 他 你看没有变化 最后还有那些 f2 f3的一些变化 是吧 等等等等 那汉语就没有形态变化吗 其实也不完全对啊 汉语里面也是有形态变化的 比如 aabb 或者是abab 合式的动词 或者是形容词 比如商量 我们可以说商量商量 干净 干干净净 舒服 舒舒服服 等等 另外大家知道 在表示 复数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闷 不过在汉语里面 这个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就拿刚刚那个句子来说 two books 在汉语里面是 两本书门吗 显然不是 所以简单的说 闷只能用在 有生命的人 动物 那些名词 带词的后面 而且前面有那个数量词的话 后面也不能加闷 比如 同学们都很喜欢陶老师 下了课 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看来猴子们 在这里生活得很自在 OK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 现代汉语的语法里面 形态变化不发达 或者是不普遍 所以汉语特别的重视 语序和虚词 是的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特点 首先 语序 比如 我喜欢他和他喜欢我 不太好 太不好 你看 语序变了 意义也变了 另外 像把 被 遮 勒 过 等虚词 也非常的重要 我把他 绊倒了 和 我被他绊倒了 你看 用不用虚词 或者是用什么虚词 意思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现代汉语里面的语法 只有这两个特点吗 当然不是 只不过考虑到信息量太大的话 大家记不住 除了刚刚说的那两个特点一块 还有汉语里面 量词非常的丰富 补语非常的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句型 另外就是 音节的韵律 等等 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知道其他的特点 如果想知道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好吧 我是陶老师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再见 看愿 看愿 了 谢谢观看